大徒皇神回復 做功課倒水不是操懶 孩子專注要多喝水 我常常有聽到一些媽媽說 我的小孩做功課不專心 每次一說做功課 就這邊養那邊養 說我口渴 我想吃東西 我要上廁所 後來媽媽逼急了 就是跟他講說你不准喝水 你就給我坐在這邊 他要把功課洗完 再去上廁所再去喝水這樣 聽起來的確啦 因為有些小孩有壓力的時候 他就會抱怨 就是身體的感官都不對勁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說我口渴的話 倒是覺得你可能要 多尊重他 因為在大腦專心的時候 其實還蠻耗水分的 真的 也就是說當你今天 如果說真的坐在書桌前面 很久一段時間 或者是你前面運動完 然後你水分還不夠的話 我們大腦有75%以上是水 所以水分只要一滴 他有可能思考就沒有辦法專心 那你讓他其實不用喝太多 稍微補充一點點 那水分進去之後 他的大腦就可以回到 一個比較正常運作的狀態 那搞不好他就事半功倍 而你叫他說 不准再去喝水 跟我掛在座這邊 搞不好他花的時間更久 效率更差 說不定 給我水 可以 看會不會從你那邊 我只想說 給我盲屁 鬍子